時間是早上的九點鐘 今天我們來到福華街 在溶化茶樓 他的地址在高燈電腦商場對面 今天我看見他剛剛開錄 拿出來三樣東西 第一樣東西就是棍爪 第二樣就是排骨 第三樣就是金錢套 查錢的東西也是非常靠得住 所以我每次來到這裡 我都很喜歡吃排骨 你看排骨是不是非常漂亮 金錢套也是非常不錯 這個點心師傅 他做的點心是非常用心來製作出來 這次也都是遠近街坊 都來到這裡光顫的 首先我就試一試 這些鳳爪先 這些鳳爪 鳳爪 我把米酒倒了一點 就是那些米酒 那些三精米酒 我試一試 這個三精米酒 就比較熟很多 入口就比較好香 那我就試一試排骨 那些排骨 這排骨來講 送酒 送啤酒 是非常之 是不錯的 所以他潤法 這個師傅 做的點心 是無可否認 是可以是 是可以接受的 是可以接受的 那這一間 就雖然說地貓檔 但是他 他出品的點心來講 他也是有一個外賣的 那他外賣外面 也都是很好生意的 那他外賣外面 所以周邊很多那些街坊 或者是 是遠處的朋友 都是 慕名而來到這個潤法 這間茶林仔 那他晚上呢 他也都是有小菜 那他的小菜來講 他一般來講 都是一百零幾元 那樣 他也都非常之經濟 烤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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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壺是玻璃茶 玻璃茶在潤法來說 非常靠得住茶園 這些金錢土 我第一次來到這裡 就是吃金錢土 因為我見它剛剛開籠 故知我想試一試 金錢土 底下是蘸了蘿蔔 芝蘿蔔 金錢土 非常入味 蘿蔔非常入味 我現在試一試 這個金錢土 金錢土 我值得推薦 如果現在來到華街 潤法茶樓 不妨試一下 金錢土 金錢土 我來說 調製方面 非常好味道 它中間有幾塊呢 一塊 兩塊 三塊 一塊 兩塊 三塊 四塊 五塊 六塊 它也有六塊 那麼多 金錢土 好像賣二十多元 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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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塊 鳳爪 也非常出色 換句話 我今天選了這三樣 金錢土 鳳爪 和排骨 真的 非常靠得住 是不錯的 如果你們這些朋友來到這裏 可以選這三樣 如果是送啤酒 送酒來說 是非常理想的景深 我剛才也介紹過這個排骨 這個排骨是無可否的 是非常划算的 這個排骨好像是 這個排骨 是售賣五十元 是非常划算的 是售賣的 是售賣的 平时我来到潤法,我多数都是叫中饭吃的, 但今天我见他刚刚开楼, 是如言不绝地推了点心出来, 是带动了我有点食慕, 所以变成了我叫了三点, 所以这三点东西亦都可以推荐这些朋友是不错的, 像金钱肚那样,刚才刚才吃的时候是非常之软的, 就是不会很韧的,绝对没有, 是非常之韧的,是非常靠得住的, 这个鳞爪味道也非常之好,是不错的, 刚才我对面的朋友,他吃了糯米包, 更好吃的,我拍一下给你看, 真的很正,我刚才见到朋友吃了糯米包, 里面的糯米是摸的, 真的好美,你看看,是不错的, 很美,所以任法人说, 点心来说,师傅是非常靠得住的, 好了,这条片就是拍到这里了, 也很多谢各位网友的订阅和鼓励的支持, 是不错的, 今天这三点东西, 金钱肚, 味道是不错的, 味道是不错的, 这个蝴蝶, 亦都是味道不错的, 加上现在这一笼呢, 牙骨呢, 就更加出色了, 好了,这条片就是拍到这里了, 好,多谢各位收看, 拜拜! 拜拜!